澳门豪宅系列第三期 最近不是开关了吗 我闺蜜来澳门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来看豪宅 它可真有钱啊 哈喽 希希好久不见 今天我们要看的豪宅 就是这里了 跟我一起去看看 松山一号 背山面海风水极佳 拥有30个单位 在澳门是属极低密度的半山豪宅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套四听四测 整套3092尺 带600尺大平台 快让我们看看眼界吧 这是一个一帖一户的豪宅 而且啊这是一个限量版的豪宅 全澳门只有这一个 进门就看到巨大落地窗 而面前的这条街道 就是大名鼎鼎的澳门格林皮质 F1方舟式大小车的车道 因为我跟你说 最值钱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为什么呢 你别以为这里是别人的家 其实它整一个大平台都是我们的家 这个附带600尺的大平台单位 尤其仅有一套啊 烧烤聚会观景台 夜晚看星星 儿童游乐区 通通都可以 看看我的富婆闺蜜到底有多喜欢 看一下这两个房间啊 都很盛拿来当主卧 行了我决定了 你一间我一间 有个富婆当闺蜜 真的是太棒了 一应俱全的一体化全套厨房 也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拎包入住吧 这里呢还有一个门 是专门给工人用的 进来就是直通厨房和工人的房间 自家无边泳池 可谓是豪宅必备 而顶楼的私密空间 在这里喝茶谈生意的 可都是澳门的top20哦 我知道大家和七七好奇的是什么 我来帮你们问价格 疫情的时候 澳门的楼价是跌到了底脸 那现在开关之后 它价格有回升吗 有回升 nice 现在你信号价格是多少 2500万 350平方 再配多两个车位的话 1900多万就可以了 七七 你看完这套房之后 觉得怎么样啦 最近银行在哪里 不要立马去取钱 没错